中國男性吳亦凡於2021年遭到網紅都美族指控 性侵未成年者在一審時被判13年有期徒刑 雖然目前二審官司結果尚未出爐 但吳亦凡被拘押在看守所內 已超過兩年的實踐 近日終於傳出他在雨中的狀況 律師兼作家法山書 日前在節目中採訪了一名警察 更名警察透露壽刑人們 每天早上8點起床之後採縫紉機工作到11點 接著吃飯午休後繼續工作到5點左右 才有大約兩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 晚上7點必須準時坐在監視中看新聞 而睡覺時間則是晚上10點 受訪警察還爆料自己在北京建議工作的朋友透露 吳亦凡在日中表現良好 經常創作一些最能量歌曲 參加文藝活動增加考核分數 希望在後續獲得減刑的機會 警察還透露認罪是減刑的首要條件 因此違反標誤選擇 因此違反標誤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